障礙就覺得 有一點名氣的人如果去念書 萬一又念的成績不好 很容易被人家嘲笑 我就一直劃不過去那個 心裡面的障礙 好話說在後頭 但是還是不能遮掩之前 把我甩掉這個事實 但理記其實心裡面是有OS的 對 你不想解散對不對 你覺得他感覺在當年都是一個藉口 如果真的要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我當時是 可能是我覺得我不太想解散 不亮點 後來你 沒有 應該這麼說了 不亮點啦 我們組合的時候真的要感謝你 因為林學的聲音真的沒話說 能夠有優克里林的成績 他的這個聲音是肯定是沒話說 所以合作一起一段時間之後 我那時候真的還是相當懷疑 他是有偷偷講說要回家這個原因 然後偷偷就把這個合約 就轉到另外一個唱片 我當時真的懷疑過是這樣 對 分開之後多久他自己又出了唱片 一年 很快 一年 一年 但另外一家出了唱片 很快 那你今天剛好在我面前 對不對 真人面前不說假話 好不好 就直接 我只能說可能是命運的安排 對 就是那場火來了很突然 突然 很突然 我也料不到 然後後來 後來我自己就看得比較開了 那時候燒掉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氣 嗯嗯嗯嗯 就像跟現在心情不一樣 現在我會去感謝老天 那時候我是有一點 呃 很氣 因為我覺得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嗯嗯 而且是經營了三十年的印刷場 哇 天啊 等於是一個老圓環失火的意思啦 那時候是凌晨兩點鐘 我接到電話 我是第一個到現場的人 所以我才會真的聲明說 不是我燒的 因為我是第一個在那裡 但是我有把帳 我們現在真的越來越關心 完全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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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嘛 那結果呢 結果結果 就後來 改變了看法 後來後來就是 看法有點改變 然後我爸爸可能也有點改變 因為他最早 可能剛後來就發現說 欸他經營三十年的印刷場 可以在一戲之間 就沒了 就沒了 他就覺得啊 原來有的東西一下子沒有了 我跟令尊如果聊過兩句話 他肯定就接受 因為一開始自宣的爸爸不同意他 對啊 我就想問 問林爸爸 他這個聲音 嗯 不應該是人類所有 對不對 他這個是上帝要給大家聽的聲音 你叫他就搞印刷 所以說今年不善 還要叫他放一把火 你這個變成 我們現在心信不疑這件事情 因為他 真的太好了 因為你看 這樣就太有趣了 一年後你難道再有看到另外一個林志軒嗎 沒有 真的 這真的沒有 你們這是公共財你知道嗎 欸 公共的 這倒是一個 沒有其實這個 沒聽過的講法 中間講這個事情是 你是公共財產 你們他眼上 不可以收錢 你們有收錢嗎 還是要收錢 還是要收錢 後來其實 其實就是可能慢慢的 因為共患難 感覺不一樣 革命情感 對 後來他幫我把工作分給很多人之後 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說 好啦 我把時間還給你了 你可以去唱歌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轉折 所以現在回頭去想 說老實話 從我的心裡面的潛意識講 就那把火燒得還真是不錯 好啦 就是其實 小火來的正是時候 讓我的父親 讓我讓家人的關係更緊密 那個是看不到的一個收穫 然後我自己的 對人生的看法 各方面又不一樣 欸 你看今天這個 很難說 好深入 接著下來要聊李季 他外表有一個 活潑可愛快樂的人生觀 其實他內心世界是有很多痛苦的地方 真的 我剛看那個 他甚至曾經想過自殺 有 他甚至曾經想過自殺 這個 這個是有 25樓 25樓 對 不是兩樓半夾成那個 是25樓直接要 跳下來 對 你知道 那時候 這個 遊客猜火 就我們假設那段時間是猜火 那時候打擊還是蠻大的 因為有兩件事情打擊 第一個就是 你原來這個賺錢賺得很方便的這個 這個收入 立刻就受到影響了 哎呀 第二個就是我開始懷疑人性 像林子軒表面這麼文質彬彬的人 他竟然把我 那時候真的有這樣講說 哇這個朋友竟然可以就是好像 朋友背叛 背叛 那時候是直覺的這樣講 因為覺得好像男生嘛 就應該什麼事情攤開來講 可是他有一些事情 家裡的事情 他沒有讓家裡知道 也沒有讓朋友知道 他自己在承擔 可是那時候是不太諒解 然後一氣之下就去想往其他地方方向來說 證明自己我也可以做到 因為我是一個男人 我最討厭人家就說 你不行 說我不行 不行 他貼的啊 如果說你不舉 那就這樣 太過分了 哎 可能是可能 不行跟不舉 都代表一個男人 他是不是可以真的稱為一個男人 我真的有問題 對 我真的有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去投資啊 但是歌手當久了 對 其實有時候對於財務的觀念不是很清楚 你投資了什麼 就是 算是 跟網路跟印刷有關係 其實不是我的本行啦 但是 印刷 其實他投資印刷 其實他應該來問我 對啊 我就不要了 你們就 那你自己是故意要做同樣的行業 然後做得比較好 這個大家要比較一下啦 哪有欠到我懷疑那一把火是你放 你就把它先燒了 然後自己再開一家那 後來後來後來 沒有後來就因為不是自己熟悉的行業啊 所以那時候把 有被朋友騙了嗎 應該不能說 其實應該講說 是對於這個行業的不了解 因為 你投資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資金的周轉 其實最主要是在周轉上面 你不了解錢 錢不是問題 憲哥就很有經驗 憲哥很有經驗啊 投資生意的話 但是啊 我跟你講大家會覺得說 欸你是不是做生意很多成功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就跟勝利者只贏得獎牌嘛 失敗的才能獲得經驗嘛 對 而我就是獲得經驗了 所以這個叫酒病成良衣 三則功而成良衣 對不對 打不久了連醫生都沒有比你更厲害 真的是這樣 所以當時聽說就錯了那個神秘 對 對 等於是把原來在優客的時候 大概也是有那麼多錢都賠掉 然後再把後來的錢再賠進去 就其實賠了蠻多錢的 後來是什麼念頭讓你停止跳下去呢 想到了什麼 就是我不喜歡人家說我不行 我覺得這樣跳下去的時候 人家就要說 你看你就是一個失敗者 我最不喜歡這樣的想法 我一定要證明 我們得到資料不是欸 好 因為你是說當時畢業論文還沒寫 不是嗎 那這樣是一樣的 我就覺得 你不見鬼了好嗎 我們等於是有一種人要自殺 我們後來沒有詞問 然後為什麼 因為我怕衣服會濕掉 沒有 那時候寫完 沒有那時候是真的 是怕衣服撕掉 因為畢業論文沒有寫完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好浪命啊 對啊 一個畢業論文 那不一樣啊 你想想看 畢業那時候能夠在畢業十年之後 然後其實放上書本很久 還能再去念一個研究生 啊後來就是 你這一千萬一千多萬到現在 對 後來再專業 因為等於是 我一直在等於是 我在回到IT產業之後 其實應該算是一個專業經理人嘛 所以雖然是打工也算是 比較高級的打工 高級的打工 對對對 因為之後他頭銜都是總經理 副總經理這樣 可是 可是 李大哥在最困難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想過要找智秀 不要 不是 他怕早餐會被他羞辱 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有一天真的 插到要在地上 然後去乞討 我覺得我 這幾個圈內的朋友 我也不會讓他們乞討 欸我很好夾 就兩位在你們合作的過程當中 你們是屬於那種 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嗎 還是你們會body body 就是 也會有意見不合 然後甚至會 打架或什麼 都沒 我們比較 比較像是淡如水 淡如水 但是對對方的個性有一些了解 對 然後知道保持距離是最好的方式 欸 嗯 所謂距離產生的美感就對了 對對對 但是後來慢慢學會 我印象中 我遇到李濟我馬上是機場 你人去上海啦 對對對 你上海聽說還有一個哥哥啊 嗯 其實我在上海有一個 但是不是 是同父異母 同父異母 對等於是你知道 就是兩岸四十多年的那種 你看過什麼 連續劇啊拍那樣的故事啊 我們家其實多少都發生過一點 我爸爸過去在上海也有一段婚姻 對也有一個 大哥在那邊 結果呢 結果後來 沒有後來就是 後來聯絡上啦 但是還是保持適當的距離了 是因為畢竟 母親對於這件事情還是蠻建議 就是我的媽媽 對這件事情還是蠻建議 媽媽是在台灣啦 後來 對對對 她這個是真的很有風範 對 她是替爸爸到上海去找哥哥 對 你當時為什麼想做這個 沒有因為 父親在九六年 九四年過世嘛 然後 其實我知道她的信頭有一件事情 就是她把這邊的孩子帶大之後 總是覺得沒有把她自己也有些虧欠 對 有一些虧欠 所以 我一直覺得我應該要去找 找這個 這個 大哥 我應該叫他大哥 因為她都六十塊七十塊 你後來沒有想說找 比較會找的人會找嗎 比如找阿亮啊 對 忘了 那時候應該要找阿亮 你是直接 你找阿亮沒有審領線 還可以領通告線 領通告費 對 就到現場 看人有沒有出來 噹噹噹噹噹 沒有沒有 但是有資料幹嘛 好不好 故事還可以撐兩集 可以擠兩集 超級了 超級任務就直接找起來 沒有那時候是因為 是也想 而且 那時候01年已經算是 不是在圈內 等於是離開這個演藝圈 也有一段時間了 是啦是啦 那後來就 就找到了 找到了 他找的 就是跟父親真的是蠻像 看到的時候會 非常驚訝 哇 既然這個40年 從來沒有見過的人 既然是 如此 這麼熟悉 這麼熟悉的 陌生人 沒錯沒錯 後來爸爸是 生病 是不是 就找到了這幾年後 沒有沒有沒有 那在之前 等於是94年 就是我們拆夥的最後一年 你是替爸爸 爸爸過往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沒錯 他把這些運動 有情有義 這個真的是沒有教育 沒有 因為父親嘛 他的 我是猜測他的想法 他當時是什麼病 欸 他很特別 他呢 一直都很健康 他等於是 他過世的時候是 身分證上是80了 所以他年紀很大 但是他身體很健康 就是走路也不要人家浮 他也不喜歡做公司的時候 甚至不喜歡人家讓座位給他 因為他是很很注重姿態的 所以他不喜歡人家 通常會老的一些人 有一次還在公司司機抓起來 然後他自己開 不過他是不太喜歡 他是不太喜歡人家把他當成老 不服老的 對 然後他是有一天突然 內耳不平衡 頭暈 送到醫院去 我們一直覺得他是老毛病 因為他一直有這種 內耳不平衡老毛病 但是其中有個故事 倒是很 那時候住在太安醫院嘛 然後第二天的下午 我們所有人都去看他 但是因為第二天的上午 台北下大雨 下午就變成晴天 所以每個人出門都帶了傘 你去看他的時候 都到他的醫院 那天真的是這樣 大家看完他的時候 是所有人都忘記把傘帶走 真的嗎 是這樣的 所以第三天早上 他就進了家戶壁房 到晚上就等於是 就不行 所以後來人家 下雨天我去人家家 人家都說那你見一把傘 我說這個我絕對不會拿 我念淋雨 我也不會拿你的傘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這樣故事 對 所以是有些事情 我們說他是好像是迷信 但是為什麼不寧可 如果那時候大家都把傘帶走的話 可能就不會這樣子 就等於父親是離開得很突然的 對 不過我們也知道有一件事情 是 爸爸的這個皮夾裡面有一張照片 就是根本一看就是他自己的照片 對 好像是他年輕時候的照片 年輕時候的照片 後來才知道根本不是 對 那就是大哥的照片 對 那你當時看到心裡面有沒有 那我的呢 我在哪裡 對啦 其實有一點啦 可是我覺得我更 也是另外一個 為什麼 因為呢 你看到皮图 很帥 我覺得我都更沒有他一半帥 我看過他的照片 他跟我大概都是帥到這種 非常帥 我爸爸也是很帥 對啊 要是我有他一半帥的話 今天何苦來當優克里林 也是什麼話 對啊 沒有啦 我們就坐在那邊當主持人了 你知道嗎 後來後來 後來就 你就因為那張照片 展開了千里熊熊 千里熊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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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千里熊熊 對 一千多公里 找多久找到 其實後來還是蠻順的 因為後來找到他們通信的一些信 所以地址 有地址 雖然後來上海的一些街道有變 但是因為有地址還是找到了 然後 爸爸過往他知道嗎 他知道 因為等於說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其他親戚有跟他 是 了解 那他那天 那天我去找他時候大概9月吧 你知道其實對於他們來講 他們不是很富裕 因為是工人退休下來 可能一個月還有一千多塊人民幣的收入 但他那天就叫大嫂去買了 大概20隻大雜蟹 就等於說我們就吃了那20隻大雜蟹 然後喝黃酒 沒喝酒才沒事 就等於那個大雜蟹還有酒啊 大概喝了大概大半瓶的時候呢 哭了 對 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對於父親其實我心裡頭一點都不恨他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就開始哭了 嗯 那其實我相信他不是不恨 而是那個感情已經是太奇怪了 其實我可以感覺到 怎麼可能呢 你想看 我那時候三十幾歲 我什麼想做的事情都做 甚至我還出了一張唱片 嗯 而這個父親就沒有把 就等於是他們什麼都遭遇過了 就是你自己聽過不好的事情 他們都遭遇過了 嗯 最後下稿 下稿還不錯 還有一個自己一個方柱 嗯 可是 這個 這一段是真的是一件 讓我覺得這輩子都不可能會忘記一些我一定要想辦法去彌補的事情 嗯 嗯 有人說長子如父嘛 對 對不對 OK的 他是你哥哥 你又是哥哥的 沒有什麼責任 而且我覺得父親其實會很欣慰 當然 因為這真的 你看他的皮打裡面都放著大哥的照片 嗯 可見他會很掛念這個 不過當天如果你帶林志炫去一起去的話就好多了 其實說實話在這之前林志炫跟我去過一次 因為他也去過 我們92年的時候我們就去找 阿明哥在門口直接 大家好我們是優客裡 沒有問題沒有 你認識我 你認識我 其實我那時候從他的服第一次 第一次吃到大閘蟹 真的還蠻好吃的 然後那一趟回來之後有 還有一段蠻有趣的差距 就是其實可以感覺到他哥哥對他的那種 很棒很棒的那個感覺 因為他看到我們是帶那些 血濃於血 非常的過癮 於是呢就 就真的在 你家回來的時候 托人帶了一堆大閘蟹 要讓他帶回來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就 後來下一個 下一幕就是你們兩個蹲在海關門前 差不多 對後來就被抓到 外行那個蘋果都不能帶 你要帶大閘蟹下去 不過那是一個心意 要先蒸熟了 對 但冷的又不好吃 對不對 大閘蟹那掛掉就不行吃了 對 不過講到這段父親的這種感覺 讓我們心裡面有一種濃的花不開的感受 真的 直接用歌聲 你找一個歌最適合獻給他們的 送給李季的爸爸 他在上面會聽喔 對啊對啊 好 大家什麼 沒有我用的這首歌呢 比較特別 因為我對我媽媽的感覺也是這樣 是嗎 對那時候他最後在 在家務病房那個一個月裡面 我陪他那個一個月的感覺 然後後來就堅持一定要唱這首歌 那就直接來這首啦好不好 你 disco 我陪 Acts可 那天 你仲人放出於か陷阱 做得不著 氣泥 朝髮人心嚐退 字典里每春天 里人挥霍着眼泪 回避还在眼前等离别 你不敢想每天 我不肯说再见 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心有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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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呢就在同一个房间里头 因为比较黑你没看到 有这样子有带妹妹吗 没有那就是在钱贵啦 对钱贵比较大的包厂 因为正好在上海认识的人 你不讲我还不知道上海有钱贵 对 这个应该有钱贵 就在库星公园里面 库星公园里面 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们在那里表演 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你自己去被黑道挟持一定要表演 这个我今天就要稍微机会教育一下 真的耶 怎么会这么夸张 在这个大陆啊表演我也是 几乎一年都有很多汤的一个表演 但是把那个感觉我告诉你 你先讲讲你那个 听说是黑道啊 对 大陆没有黑道啊 大陆啊表演我也是 几乎一年都有很多汤的一个表演 但是把那个感觉我告诉你 你先讲讲你那个 听说是黑道啊 对 大陆没有黑道啊 有啊 那个感觉很像 他不是嘛 那是什么啊 好啦我讲好 我那次他们要我去的时候 其实是个 告诉我是个电视台歌友会 我想说来的应该是我的歌迷 而且应该是不售票的 至少电视要录影的话是3G嘛 就像现在这样 然后很奇怪的是 到那边做了一些访问 当天我就觉得 因为我很敬业 我在那边要真的唱的 所以我就要求说 我可以到现场彩排 rehearser一下 对 一直没办法 没办法 那个时间就一分一秒的过去 后来看时间不太对啊 应该也晚上七八点了 没有人歌演会 这个时候还没开始 其实他就说还没开始 那主持人也没见过 导演也还没有开会 应该很少会发现 像我们台湾做节目 而且啊 啊不是 不是 是一个夜总会 是一个夜总会 只有一台DV8 这样叫电视歌友会 啊 然后台下当然是 我感觉出来不是 呃 冲着我来的歌迷 而且他售票 可是我比较不习惯的是 在我的前面呢 的呃 主持人 嗯嗯 是呃 穿的 女生穿的蛮暴露的 那男生呢 他的那个 主持的风格呢 通常呢 比比较 讲很多的婚笑话 哦哦哦哦哦 那我最有意见的是 就是这个婚笑话 讲的那个 那个 Level啊 真的是 很很糟 很不怕 如果他有办法讲到 像憲哥这样的话 对对对 他会上去唱的很开 你很骄傲吗 你很骄傲吗 听到 没有 幽默跟这种 下流 对如果说 如果说他有办法讲到 那个水平 那我会很开心的上去唱 可是 那个感觉就是 我的节目被穿插在这个 之间 我就一直觉得自己 不应该在那里出现 所以我诚恳的跟他说 跟那个 当地的 我把钱退给你 不是 我把钱全部退给你 我不要演 可不可以 啊 结果呢 你把钱亮出来给他 就想退给他 他把枪抛出来给你 没有 他就是说 我的一堆兄弟都在下面 等着要看你演出的 你不演怎么行 你不演试试看 反正你不演也走不了 那我大概听完之后 我就觉得 那我还有我的工作人员嘛 所以 后来就讲 全身而退比较重要 就上去 然后演出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真的要做到四个字 什么 语尽同乐 语尽同乐 哈哈哈哈 嗯 诶这是很高的准许 非常 你如果你 不演也要演 要演你还是更要演的话 你还不如快乐的去表演 嗯 上了台就不要考虑今天赚多少 你怎么不应该心情呢 我今天底下全是龙蛇混杂 我连你们都征服了 那我就变成天王了嘛 这个李氏有跟我讲过 这个是很困难的 对 我还是这么高深的道理 他讲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吗 对 有可能是在这上面经验不足吗 我算第二次碰到这样的情形 嗯嗯 第二次碰到 这样 当一天和尚就是要撞一天钟 好不好 我那天还是唱得很好了 啊 是吗 对对对 因为我后来找到了一个平衡自己的方法 因为在那个台下云云众生之中 找到了大概三个 很难得找到的 对 她们会跟着我的歌去唱的 我那时候就认为 这一场就是一个 够 为她们唱的演出 然后就找到原来的那个平衡 对 从第二首歌开始吧 那个心情就不一样 我就回来了 对 就回来了 太好了 今天访问你们 不过还是要了解一下她们的感情世界啦 李继 没有想起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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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三集了 没有 已经有三集了 李继好像目前是 有离婚吗 还是什么 没有 现在就是在 分级啊 因为我们各自在忙各自的事 因为就是在投资之后呢 你总是要继续努力赚钱 当然了 努力赚钱 哦 啊 就真的一笔带过啊 哦 是啊 我自己应该讲没时间吧 这个比较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我太贪心了 我做的东西太多 很多身份 然后印刷厂业务经理 DJ 歌手 唱片公司老板 音乐制作人 还有那个公益团体的理事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发生一个情形 就是 哇 真的太常了 分身乏处 角色错乱 对 会错乱 有的时候我会直接把人家晾在后面 我觉得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个我以前还不错的女生打来 那时候我真的要进电梯 接到电话 很开心啊 就说 我出电梯马上打给你 然后 进电梯下来 出来之后 哇 另外一个电话进来 进来 玫瑰大众哪一家电影缺货了 没了 很快补货了 那时候刚好就 角色就跳到参门公司 又投入到 开始打电话找印刷厂什么追货啊 然后接下来就接通告的那些电话 这个人就彻底被我忘了 两天以后 接到一个电话 他就说 你应该是从101大楼坐电梯下来的 因为要花很久的时间 这种情形多发生了几次 就很容易 女生 女生就觉得心灰意冷 真的 但是我真的是忘记 我不是故意 可是难道 对他的关心 我真的要对他讲 输了你 赢了这世界 又如何 对 感情那是很重要 如果他真的 有用心在这上面 他这时候前奏应该是上来 对 就直接用这首歌来当Ending好不好 这首歌当Ending Ending 还是你想要看陪你 演唱会马上就要来了 好 对对对 我们用这首歌 待会你 每年深久 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 祝福你 这首歌 我 这首歌怎么样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什么原因 叫我离你而起 往事绝不停 对我来说 总有些心迹 虽然虚故了我 并不想拥有什么 就让我停留 就让我停留 让我停留 让我停留 再满不成爱的 究竟见你 而你的实力 在城市 在城市属于我们的年少 时光临 乘风中的回忆 尽量力如心 却怎么也不能看进你的眼睛 也许是曾经失去 曾经伤心 将我迷茫的忘记你 就不愿再提起 每年深久 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 祝福你把这树框 Just for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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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土耆 佳旦 俊作词 lig RAM 写于心 我们有点神 佳旦有练过 那當然我們有成是這個 professional 他們邊邊打小布布 欸他們用拼命在打招呼欸 欸有有有 嗨你好 嗨又又 你好嗎 我真好吃 你好嗎